他是一个世界顶级杀手 他更有自己的一套拷问方式 打开工具包 这动作怎么看都是在喂杀猪做准备 然后再用喷枪给刀消毒 这样死者就不会感染明军 这个就叫抓捏 男人都要瞎尿了 没等用心直接杀都招了 身后的小粉丝一脸的崇拜 客客气气的送五迪离开 看着五迪离去的背影 瞎尿的男人忍不住问 我才要我来 这部多伦多来的男人 本名由杰森郭坦森主演 可他与片方发生了争执 因为郭坦森想把该片拍成二集 遭到拒绝后 郭坦森潇洒离去 而五迪哈利森补位成功 五迪早已匿问了杀手生涯 他只想攒够八百万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管理者又发来了新任务 一个叫马林的客户出价二百万雇佣五迪 此次任务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往海边的一个小屋 什么的密码 就在五迪前往任务定点时 泰迪也来到小屋 泰迪事业屡屡失败 潜移屁股债还总没时间陪妻子 他本想做两天海边的小屋 给妻子轻生 可模糊的订单让他看错了数字 小屋里负责接待的光头 直接把他当成五迪了 还特意拍下照片发给老大 既然人都到了 那就开始工作吧 把泰迪领进地下室 泰迪当时就懵了 这里面怎么还吊着一个人呢 根据几人的对话 泰迪也明白了 他被误认为多伦多来的杀手 他需要什么出密码才能离开 他也只能被破研下去 否则他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 他一边小声跟男人说着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又为了不被揭穿大声 喊着要抠下男人双眼 男人真害怕了 他没想到杀手竟然是个精神病 他的心里完全崩溃了 一字不差地说出了密码 总算门后过关 就当泰迪暗自叫好时 一个闪光感丢了进来 这回轮到泰迪吓尿了 他踏声呼喊着 自己是个好人 千万别开枪 可后面两个旱匪 可不管这些 拿起枪就开始反击 双方展开交互 场面那叫一个刺激 泰迪直接被煤气管干飞了 接着就被当场逮捕 本以为解释清楚自己就能回家了 结果自己被误认为杀手的照片 已经发给马林了 泰迪当然是不同意了 明天还得给妻子做生日 可警方早就和妻子安排好了特公主 会照顾妻子直到泰迪回来 此时伍迪早就等了下午 也知晓了警方要用泰迪来找到他的雇主 警方在泰迪身上安装了跟踪器 让他与雇主方面接触 见面后 泰迪就被带上了车 而伍迪截止了警方的人 别让他告诉警方泰迪已经扔了追踪器 在一辆大卡车里 结果警方成功地跟丢了泰迪 任务的第二阶段 泰迪被带上飞机前往波多里 去找一个叫格林的男人 伍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飞机上 杀手永远都是人狠话普通 保镖拿出照片 他们仍然坚信地认为 泰迪就是多伦多杀手 武迪也开始最佳的解释方法 没几下就感到了吉人 泰迪觉得下一个应该就是他了 驾驶舱终于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打开门却被武迪一脚闷了回去 结果一刀插在了飞行员的脖子上 危机完全失控 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 一名醒过来的手下捡起了手枪 反而射中了窗户 刺耳的气流声让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武迪趁机将一名手下堵住了窗口 阿比泰迪慌乱中拉下拉卡 强大的吸力把武迪吸出舱口 幸亏绳子缠住了武迪的脚踝 一枪打飞了抓住自己的人 武迪还没等喘一口气 泰迪不甘示弱的也来个挨个爆 沉闷的武迪激动绳索按钮 两人终于被拖回舱内 飞行员已经挂了 危机快速地朝下面扎去 拨溃杀手专业能力强 派飞机也是必修之客 否则两人已经下去位于冷 飞机安全停在波多里了 滑破机舱里的油管 武迪扔下了打火机 两人向城市里走去 武迪有个想法 他要让泰迪提待他继续完成任务 因为那张照片 恐怕不如现在只认为泰迪才是杀手 麦阿密的一个高尔布球场上 杀手小麦正在这些任务 管理者的电话突然打来 让他举过独立可把目标人物带给客户 报出是200万 看来管理者还是不太相信武迪 反而雇用了新的杀手 武迪两人来到一家科技公司 由泰迪单独去完成任务 他则在外面指挥泰迪 为了活着看到妻子 泰迪只能赶债行进的毒子前往 里面坐着四个男人 他们需要泰迪找出叫火灵的人 深吸一口气 泰迪要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手拿小刀挨个询问随时隔离 反而不小心划伤了一个人 泰迪没想到自己会晕血 看到那个人的伤口 他实在是憋不住 吐了两个男人一身 逼中还终于忍不住了 谁又能想到独公会这么恶心 电视里可不是这么严的 隔离被找到了 其他几人也没有了价值 黄毛准备灭狂 凯迪想阻止他 却被他发现了耳朵里的窃听器 两人从隔离的口中得知 马林要启动一顶地震炸弹 这种炸弹会模仿成地震效果 让人以为就是自然灾害 而炸弹需要密码和隔离的指纹 才能启动 伍迪是不会把隔离带去间固住的 不过他却砍下了隔离的手指 接下来让泰迪把手指交给马林 这次任务也就能完美地结束 可杀手小麦却突然出现了 一个旋风踢掉到伍迪 在抢走泰迪手中的手指 顺手把他扔了下去 伍迪起身射向小麦 小麦却伸手敏捷 直接开了几跑 躲过了伍迪的射击 可在跳楼时把手指带掉落在空中钓势上 泰迪也幸运地落在了上边 一把抓住了带子 伍迪与小麦隔着钓势开会 可他却打中了泰迪的批评 泰迪把带子扔了伍迪 结果他用力过猛 带子仅仅扔出了一米就掉在伍迪里 两人第一时间冲向带子 泰迪也掉了下来悬化在空中 利用泰迪撞倒了小麦 伍迪上前打晕了他 也成功抢回了手指 在卫生间给泰迪抱在伤口 突然闯进的男人看到这幅画面好像有点误会 转身离开卫生间 他感觉好像打扰哥俩进兴 管理者电话又打来了 不停地重复询问五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泰迪发现了猫女 他觉得管理者骗了五迪 可五迪并没在意 两人都已经合作二十年了 马上要到夜晚了 五迪同意泰迪去和妻子见面 警方也通过特工助理得知了约会的地 以前控制了所有监控设备 没想到顶级杀手也有害羞的一面 看到泰迪妻子带来的朋友安逸 目的一脸羞涩 狗不敢指示对方 还得人家女孩主动邀请他去跳舞 几人跳得如痴如醉 外面的特工也等不下去 看到小麦走进餐厅 泰迪脸色立刻黑了 他拉着五迪跑向后门 两人跑到杂务室 五迪此时的脑中只有安逸 泰迪说的什么 他根本听不进去 小麦随后也赶到了 一般打斗后 手指不但让小麦抢走了 就连五迪的大腿也被泰迪打中 就怕是一样的对手 更怕猪一样的队友 如果两者都有 那只能说运气太多 交易正式开始 管理者带着小麦来见玛琳 就当要给出手指时 泰迪也来了 果然玛琳都认为 泰迪才是多伦多的杀手 管理者都无语了 可他没有证据解释啊 就当双方辩解释 因为闪光雷又被扔进来了 贺中小队直接冲了进来 对着里面就开始贺中突突突 五迪趁着混乱拿走了现金 小麦也带着管理者逃出窗外 只有泰迪全程滑水 再次被警方抓住了 经过化验 手指根本不是格林的 而是那个黄毛的 看来五迪从开始就没想把格林交出去 此时的五迪正在家查钱了 他终于能开一家餐厅了 管理者打来电话给五迪 下了最后通牒 任务没完成 他没资格拿走那些钱 不过没什么用 五迪完全不理会他 管理者只能雇佣更多的杀手 去干掉五迪 他们有来自俄罗斯的大壮 来自古迪的奸人 还有来自塔克马的大武艺 对于另一边的泰迪来说 这个刺激的冒险结束了 他也该回家了 可妻子却离开了 他其实从来不需要泰迪有多成功 只想他陪在自己身边 哪怕一次就好 泰迪很内疚 他很想补偿妻子 突然妻子发来信息 他要坐下午四点的火车回娘家 泰迪连忙让妻子等自己 急匆匆的向火车站跑去 可他有点不注意交通轮子 在马路中间乱跑 小麦走下车 拿着球杆逼问五迪的下落 接着他就失去了最心爱的球杆 还有更加心爱的某钱装备 五迪还是来了 他兼顾了泰迪的手机 看到了他的信息 他还是不忍心看到泰迪死去 他会陪着泰迪去找他的妻子 关于这雇佣的杀手也接连赶到了 跑车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 两人躲进旁边的健身房 大壮正在里面等着 结果刚让个箱 就被旁边的电锯狂人踹趴下了 基本都到齐了 那就啥也别说鼓起来 泰迪被大狐狸冰上了 两人在擂台上一劫生死 泰迪不甘示弱 上来就是一通王八拳 结果连个屁都没打到 就被摔出了擂台 五迪一一第三也不落下方 大胖啥也没打 就是被啪啪打脸 看到泰迪被扔出来 他终于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而五迪用杠铃片抵住斧头 接着搬向另一边 听着喊声都替大虎帝疼 五迪再抛出杠铃片打理 打撞都快被打成大胖 紧身最后两人了 五迪一个抱冲 抱着一个人摔到楼下 泰迪也被大虎帝死死按在地上 五迪两人最终还是刮不敌重 小麦突然又出现了 一枪一个崩飞两人 一脚踩住五迪 那二百万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 泰迪他现身位 一拳揍晕了小麦 可换来的代价就是手段了 两人还没当喘口气呢 管理者亲自出马了 这娘们看起来就不像好人 对着两人一头狂轰烂战 追着两人到了一个仓库 泰迪再次拉下拉塔 管理者掉进了开水坡 恐怕不死也得脱层屁了 两人走出仓库 五迪又不见了 泰迪回头却发现了最后一个杀手 中惊大见人 他拔住五十道 潇洒地挽了一个高花 可来得多潇洒 走得就多痛苦 一切都结束了 谷迪让泰迪开自己的车去找妻子 速度太快了 泰迪差点撞上老泰迪 一个酷酷的飘移 把车稳稳地停在了火车道上 终于及时赶上 妻子还没登上火车 下一幕却不是小别生惺悲的喜悦 而是一切仅在不严重 一年后 五迪如愿意尝开了自己的餐厅 而他和泰迪 也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变形的爆米花电影 实在不值得二刷 也就看个热闹吧 也理解郭坦森为什么强烈要求派成二级了